Hello 我也想問問Jocelyn 為什麼你剛剛會選擇Cover Beside You這首歌呢? 因為我覺得有點冷 要有些歌韌一下 即是因為節奏感 是的 而且自己也很喜歡Cashie 最近有看到 回憶一下 你剛剛為我們演唱了 所以我想補充 因為我看這個演唱會我遲到了 然後我錯過了頭四首 錯過了他唱這首 我最喜歡的首 只好現在自己唱 原來是這樣 還有我想問一下 你剛剛為我們唱了你今年出的作品 《17秒》 這首歌你是有份作曲 亦有作詞 還有監製的部分 會不會都可以和大家分享背後的創作故事呢? 創作故事 應該是疫情的時候 我和阿倫就在家裡沒有東西做 然後就在那裡啟動一下 啟動一下 啟動一下 我就啟動到這首歌的《melody》出來 之後就 因為我有些VWM朋友聊天 就告訴我 原來有17秒這個吸引力法則定律的 就是一定要將一些想過17秒以上才會足夠的能力發出去 那我就覺得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概念挺有趣 可以用來做一首歌 因為原來17秒很短而已 每天只用17秒就可以幫自己轉念去改變自己 用這個方法出發去講一首關於為自己定立目標的一首歌 那接下來2024年 你有沒有都用這個吸引力法則定下些什麼願望 希望想達成的呢? 我有啊 每晚都做的 可不可以和大家分享嗎? 我的願望其實真的可以順利完成我這個 音頻治療單曲系列 然後最大的願望也是真的下年可以開到show 因為其實之前 這裡是家 但出道就在台灣 沒試過回來開一個個人的show 所以這個是我慢慢吸引的 好 這首歌另外也是feature 了林一鋒 那我也想問一下 如果往後再有機會可以出collab的歌曲 你會不會最期待和哪一位合作呢? 其實我下一首新歌是1月推出 也有一個collab的 大家可以留意在添詞 那如果再可以合作 我剛才看到Jason Jason 他是一個歌王 如果可以 陈泰宇 陈泰宇 現在可以有他 或者可以寫歌給他 很開心 那或者會不會都想試一下什麼曲風呢? 還是還是想選一些療癒一點的感覺的歌? 不是 其實我出完這個 我也想試一下出一些 就是 去回內心的一些東西 就是一些動畫歌的 rock的歌 我最喜歡就是聽這些J-rock 其實 最後 我想都可以給觀眾了解你多一點 如果你用三個形容詞去形容自己 你會想到什麼呢? Jocelyn 這個名字 大家會覺得 貓爐 昨天聖誕節我全天就是跟貓看醫生 所以這是第一天 第二就是 金謀座 第三就是 我想不到 你看很尷尬 要想自己 不要緊 你都可以 好 好 那大家之後 都可以去回Youtube Music 去聽Jocelyn的作品 大家給多一次熱烈一點的掌聲給Jocelyn 謝謝 第三個字我就留給你們說給我聽 謝謝 好 我們現在再次謝謝Jocelyn 為我們帶來這麼多首歌曲 謝謝 謝謝 那現在呢 我們先去